我们前面讲到了资本性支出这个案例 那现在我们再讲一个资产负债率 也是我们最前面抛出来的那三个案例当中的一个 资产负债率 资产负债率等于负债除以资产 我们都知道 我要分析它的时候有哪些可以分析的点呢 你说我分析一下今年资产负债率和上年资产负债率 有什么样的变化 意义不大 意义不大 比如说今年比上年上升了三个百分点 又或者下降了三个百分点 它说明了什么呢 它说明我的风险好像有上升或者下降对吗 这个就完全是根据数字来说数字了 如果是我要分析它 我首先也要按照框架和要素的分析来进行一个拆解 我的目的是要分析资产负债率 我要把它说明白 那我怎么拆解它呢 我按照公式拆解它 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公式计算出来的 资产负债率等于负债除以资产 OK那我进行拆解了 负债有哪些负债 负债有经营活动负债和筹资活动的负债 经营活动负债我们都知道了 应付账款了 应交税费了 应付职工薪酬了 还有一些预收账款 代收代付款 这叫经营活动的负债 而我的筹资活动的负债呢 就包括短期长期以及各种应付 负债券和票据 这些都属于我筹资活动的负债 OK 我把它进行一个拆分以后 我大概就知道 我后面在进行资产负债率 负债这部分的分析的时候 我从哪些点去逐项找相应的信息 如果只有一个资产负债率 其实你找信息感觉会是很简单 实际上反而是很模糊的 但如果这么做你感觉很复杂 但实际上会变得容易一些 我把负债拆了 我也可以把资产进行拆了 资产分为现金类资产和非现金类资产 非现金类资产包括什么 营收账款啊 存货啊 代收代付款啊 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的非现金类资产 当然这里面还有什么 非流动资产这些什么固定资产啊 无形资产啊 这一大堆东西 对它进行一个拆分的目的是什么 我知道 我的资产负债率当中有多少资产 是可以立马进行负债偿付的 那么这是我现金类资产可以去保证它的 而我这些非现金类资产 我反过来可以思考一个问题 有多少是在较短的时间内可以变现 用于偿付这些到期的负债的本息核 这就是我对这一个项目进行拆分以后 从框架到要数的一个过程 那具体怎么做呢 具体下一步 我还会重点分析负债这个部分的 经营活动负债相关的内容 假设啊 我们把重点放在这个地方啊 重点放在这个地方 有没有老师 你说的那些项目我们都很熟悉啊 有什么花样可以玩呢 比如说 应交税费和薪酬 应付商品款 代收代付款 还有预收账款 长期借款 应付商品款就是我们的应付账款 这些说法和我们报表科目不一定一致啊 我是从经营的角度给大家描述 这是个什么钱而已 那么 应交税费这个地方 如果我要去分析它 我要考虑的因素有哪些呢 站在资产负债率的这个角度来讲 我当然会考虑的是 我这些税费的金额总的是多少 它什么时间点必须要给 同时它有没有延期的可能性 虽然没有 但是我要问这个问题 第二 我现在应付薪酬总的结构是什么样的 金额有多大 支付的十点是在什么时候 延期支付的影响又会是什么 我给职工的钱 我能不能拖 我能拖能拖多久 我能拖能拖多少 拖久了或者拖的金额太大了 对我员工的影响是什么 这个影响对我整个公司的影响又是什么 如果我不能拖 我立马要给这么多的钱 那我这个钱又从哪来 这两种不同的方式 哪个对公司的影响更大 这个就叫 结合我们资产负债率 引申出来的 在经营的视角下进行分析 相关能想到的要素 同样的道理 我的应付产品款 其实我的应付账款 这个意思啊 就别人供给给我的原材料也好 服务也好 应付产品款 我的应付产品款 它的类型内容和金额是什么样的 是购买了什么样的产品 买了多少 现在欠别人多少钱 那按照这个合同当中 我的付款10点是什么样的 我超期的时间有多长了 我资产负债率现在这么高 应付账款特别大 应付账款特别大 那这些应付账款 有百分之多少是已经超过合同期呢 有百分之八十还是百分之七十 比例越大 我的风险怎么样 越大 而这些超期的应付账款当中 对方给我的付款政策 我延期付款对经营的影响 和商业纠纷的风险 有多大呢 那这就是我要考虑的问题 有没有老师 为什么要考虑这么多问题 因为你把这些问题考虑清楚了 结合你的应交税费和应付职工薪酬 这些东西你就知道 到底先保哪一个 资产负债率高 除了表明这家公司财务风险较大以外 还有一个这家公司的经营的压力也很大 而经营压力大并不代表他一定会完蛋 只要他运筹的好 他实际上可以渡过这个难关 但是他先付哪一个 先保哪一个是有先后顺序的 这个先后顺序怎么分析出来 就是通过这样的顺序分析出来的 逐个分析他 这个东西是从哪来的 我欠了别人多久 我欠了金额有多大 如果我不给他后果是什么 如果我现在要给他对我的压力 和我的资金的安排又是什么 什么样的 而这个要付给他的过程当中 对其他项目的资金的占用 对我的影响又是什么 如果资产负债率切入的经营当中来分析 其实应该是这么来做的 是不是感觉特别的复杂 是不是感觉从财务的角度去讲资产负债率 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一个事情 但在老板的角度来讲 应该讲资产负债率 他考虑的问题太多了 OK 那我怎么样来进行一个落地呢 还是用表格呀 收集分析数据的方法 比如说应付账款当中 我应付款的客商是谁 我向谁去付这个钱 付钱的内容是什么 我是采购了某一个生产原料 金额是200万 付款期是3月 这个付款期就是合同当中所约定的时间 而我现在已经超期了两个月了 现在已经到了5月份了 而我的责任部门是谁呢 采购部 未付款的原因是对方不接受汇票 我就要钱 一个汇票我不要 同时 我的策略是本月支付30% 先给他 保证我跟他之间的商业往来是正常的 保证他还会能够持续的给我供货 而我30%需要60万 这60万从哪来呢 本月销售回款当中 习购60万出来 这个就是我们在分析应付账款的时候 把前面那些要素归集起来 所展示出来的一个表格 这些表格当中的信息就是我们从不同渠道 把它找到 然后填充进去的 比如我们前面讲到的应付账款的这个地方 它的内容金额说清楚了吗 说清楚了 A客商某一个生产原料200万 它的付款10点超期时间是多久 3月份 现在5月份超了两个月 它的付款政策 我的延期对经营的影响 商业纠纷的风险 考虑了吗 考虑了 我怎么考虑的 对方不接受汇票 但是现在拖的时间太久 可能对方会坐不住了 要不然不给我供货 这就对我经营的影响 要不然可能和我打官司 怎么办呢 给他先付吧 先付个30% 因为通常200万 我给他付个60万过去 基本上是能够把它稳住的 这是我过去的经验告诉我的 业务部门提供出来的 钱从哪来 销售回款来 这就是你对整个这个事项 全过程的一个分析 明白了吗 你把这个东西提供出来 关于应付账款 应付产品这个款当中 这个事项 也就把它说明白了 那再往前面一步 你资产负债率当中 经营活动负债当中 设计到的应付商品款 这个事项 你想知道的信息 也就明确 也就清晰了 你就知道 我整个资产负债率 现在这么高 我的应付账款当中 有一些影响的因素 而这些影响的因素 对我造成的压力 我需不需要全部去 偿付它200万呢 不需要 先给个六算 基本上这个事情 是可以稳住的 实际上 也就在算一道数学题 算什么数学题 我资产负债率 现在这么高 我怎么能够 平稳的过渡 我需要做哪些 基本的工作 哪些东西 我是可以往后面 挪一挪的 在我资金允许的情况下 我再去解决那些问题 就这么一个过程 OK 那刚才讲的是 应付产品款 现在我们还考虑一个 关于借款的问题 关于借款 我们会考虑什么 你从哪儿借的 内容是多少 金额有多大 期间是多少 利率是多高 有没有附加的条款 而我借款利息 支付的10点 金额资本化的情况 对损益的影响 这一系列的东西 是结合我们 借款债务融资的 本来的一个特征来的 你借钱就有利息支出啊 相应就应该想到 这些要素 还有一个就是借款本金 你在什么时候还 金额有多大 你的还款策略是什么 也就是说 我的钱从哪来 我以什么样的方式 去还给别人 资金的安排应该是什么样的 债农资的可能性有多大 如果我没有那么多的钱 我要从外部再借 新债还旧债 我有没有可能借到钱 就这一系列的意思 明白了吗 OK 那我们按照这种方式 来看一下怎么落地呢 我还是会做一个表格 首先你借款的类型是什么 是长期借款还是短期借款 还是应付债券 你发的是这种债券 用途是什么 你借钱总有一个想法吧 你说我没什么事 我借回来 就是以费不需之用 那这就没有意义了 那么你是用于某一个资产项目的建设 还是为了弥补资金的缺口 你总得有一个明确的 自我的一个预期 而借款的金额有多大 你其实是能够把它给确定出来的 这个应该很容易确定嘛 直接找信息就能找到 利率有多高 而你本金还款的10点 应该是在什么时候 利息还款的10点是在什么时候 还款的总金额是多大 你要算一个数出来 我借到这个钱 什么时候还 本息和供给多少 关键是 你的还款策略是什么 你就要讲明白 我其中有一千万是自由资金 还有剩下的四千二百多万 是靠借新债还 就债的方式把它给处理掉的 那你接下来的一个工作是什么 你就要想啊 我借新债还 就债这个新债 以什么样的方式 类型 从什么样的途径 以什么样的利率或者条件 找谁把它借进来 我把这个钱给还掉 接下来又成一个循环了 对吧 这个循环接着 你又要想 我什么时候还 还的时候 我从哪里又来的钱 反正它就是一个 像螺旋循环的那种方式 不断的往前走 说清楚了吗 说清楚了 说清楚了 所以你说资产负债率 怎么从经营的视角下进行分析 怎么从经营的视角下 收集和选取分析数据 就是这么做的 就是这么做的 框架 要素 内容 OK 我们前面还讲了一个例子 经营活动现金流 经营活动现金流 当中有一个 是我的经营现金的流露 我收了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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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了有销售商品提供了 勿收了的现金 收到了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相关的现金 我这地方写的比较简单一点的 也不要有同学说 老师你这个没写完怎么样的 不管它 我是举例给大家 举什么例 怎么把一个分析的对象 给它进行一个框架的拆分 进行一个框架的拆分 框架一层一层的往下拆 我现在关注的是销售商品提供 老务收到的现金 我关注的是这个东西 我想知道它 我卖了这么多的货出去 提供了这么多的服务出去 我在当期收到了多少钱 那么销售商品提供 老务收到的现金 如果继续让你分 你会怎么分呢 你可以按业务分 可以吗 你可以按部门分 可以吗 你可以按时间分 可以吗 你可以按地区分 可以吗 可以 这都是你进行这个要素 划分提取的一个标准 我的一个标准是什么呢 我的标准是 收回以前期间的应收账款 当期收到货 当期产品或服务销售时 取得的现金 这两条线 而最后这个又可以分为 预收和现金 对吧 当期收到的现金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这部分的回款 还有一部分就是我的预收账款 而前面的收到以前期间的应收账款 还有就是我当期的应收的回款 其实就这三项 就是我销售商品提供老夫 收到现金的三个要素 三个要素 也可以按照我前面讲的 按时间 按部门 按客商 按地区分 都可以 都可以 只要你能够找到一个信息来源 把信息给它补充进去 都没问题 好 我现在把框架和要素 都已经把它完善出来了 接下来 接下来 我们怎么找内容呢 为了找到内容 我们除了表格的方式 还没有其他好玩的方法呢 我在这个地方给大家讲 另外一个好玩的方法 就叫做一句话描述它 一句话描述它 就像我这里举的例子一样 以用一段话的方式 把我前面所列出的框架和要素当中的所有内容 给反映出来 你的目的也就找到了 你的信息也就找全了 举个例子来讲 在什么什么样的时期当中 一到几月 或者几月到几月 公司通过什么什么样的业务 以什么什么样的条件和方式 按照什么什么样的价格 向谁出售了多少件商品 当期以预收的方式收了多少钱 以现金交付的方式收回了多少钱 通过应收账款又收回了多少钱 这说明的是什么 说明的是你当期这个业务活动 收回的资金一共有多少 而前面讲的这一大段 是在告诉大家 我是向谁 以什么样的条件和价格 出售了多少件商品 说清楚了吗 非常清楚 非常清楚 你就拿这个填空题 所有这些控制的地方 你把信息给补充进去 你就把你们公司当期收现金的情况 说的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同时我还有啊 在什么什么样的时期内 公司收回年初应收账款 多少多少万元 因为上面那段话 是对我当期经营活动 收到现金的一个展示 而我期出可能还有5000万 一个亿的应收账款 那我在这个期间 我把期出那5000万 一个亿的应收账款 又有多少又收回来了呢 我也要有个反应啊 在什么样的时期内 公司收回年初应收账款 多少万元 那么上述回款共计多少 较上年同期增长或下降了多少 明白了吗 状态全部说清楚了 而我还要分析一下原因 原因是收回年初应收账款 较上年同期下降了多少万元 好找这个信息吗 好找啊 因为我已经用前面这一段话 把今年的情况说清楚了 我同样用这个格式 到上年去找相应的信息 把它填进来 我下面的所有的一些对比 全部出来了 简不简单 简单吧 怎么想到的 通过我们前面的这个框架和要素 然后用一句话的方式 把它串联起来 就完了 填空题多简单 各位 你看我是怎么把一个复杂的论述题 先变成个简答题 然后又把那个简答题 变成一个填空题的 一步一步就这么出来了 好不好玩 很好玩吧 OK 那我们现在有没有可能进一步的 深度的来分析一下 这些各个要素 还有哪些可以挖掘的内容呢 有没有老师 除了你开始讲的那用一段话的方式来描述它 我觉得很好用 对吧 但是我觉得还不够 我还想进一步的来看一下 不同的要素 我还有哪些点可以去挖掘 比如说我现在重点想挖掘 以前期间应收账款 你如果年初有一个亿 五千万的应收账款房 那那个地方 我现在收款情况是什么样的 我想进一步的再分析分析它 你应该干什么 挖要素 收回期间 以前期间应收账款 你能想到有哪些视角可以描述它呢 其实要素 我在这个地方给大家提一下 什么叫要素 就是你看到一个东西 也有哪些不同的角度 去描述你看到的这一个对象 比如说你看到的这一个遥控笔 你能想到什么 你能想到什么 你想到的越多 你描述它的维度越多 要素就越多 我能想到的是 它有红外线功能 它有这一个 交和我的电脑交互的这个功能 我能想到的是 它需要有电池 我能想到的是 制造它的这个东西 成本大概有多高 我能想到的是 这个东西除了这个地方可以用 还有没有其他遥控的地方可以用 它跟电视机的遥控原理一不一样 这就是你对这一个东西所描述的不同的视角 你想得越多 你对它看了也就越透 就好像我们经常描述 你说它是个什么样的人 你说它是个男人 这是一个维度 你说它是一个身高有多高的男人 这又是一个维度 因为它是一个长得帅的 还是长得丑的男人 这又是一个维度 它的学历 它的婚姻状况 它的举止言行 它的职业 它的爱好 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在描述这个人 这都是这一个人相关的要素 视角的不同 所带来的不同的要素的展示 OK 收回以前期间应收账款 可以想到哪些呢 我可以想到是 收了多少钱 收到谁的钱 剩余应收账款的账铃还有多长 同期回款的对比情况是上升还是下降 超期未回款的原因又是什么 合同期内的应收账款有多少 超过合同期的应收账款又有多少 我的回款期内的规则是什么样的 回款的责任部门又是谁 这都是我对收回以前期间 也就是年初应收账款的一个数 我能想到的周边的所有的信息 你还可以不断的完善 可能不止这几个 还有很多 你把这个东西搭建出来了 OK 你描述它就会描述得很准确 我做一个表格 年初应收账款 应该收谁的钱 应该收A客商的钱 5000万 这5000万当中 合同期内的应收账款有多少呢 3000多万 OK 说明有将近2000万的应收账款 是超过了合同期 该收现在还没收回来的钱 现在已经累计回款了多少 这个回款完成率是多少 也就是我累计回款 除以我期初的这个余额 累计现在已经回款了多少 这一个累计回款额 和我的回款计划相比 是什么样的 回款计划是截止到这一个月 我应收A客商的 截止到上年的年初应收账款 应该收回80% 但是现在只收回了60% 明显看得出来有差距了 而我本期的回款的比例 和上期的回款比例之间 是个什么关系 上一期到这个时间点 我基本上收回了70% 而今年你只收回了60% 原因是什么呢 要分析分析了 谁来分析它 回款责任部门来说明 为什么下降呢 下降的原因是什么 说的过去那你就独立 说不过去 那就是考核的建议就出来了 这就是通过我们前面描述的 那些要素 然后用一张表展示出来的 关于期出应收账款的 一个内容 OK 那我现在除了分析 期出应收账款说了多少 我还想分析一下 我当期销售的产品 或提供的服务 销售所取得的现金 也就是说我的预收账款 我当期收线的现金 以及我当期形成的应收 而当期也收回来的应收账款 这一部分 那我应该干什么 我还是应该把这个要素给找出来 我把这个要素分析清楚 我就要说明白 我当期的销售额是多少 这是一个基础 我的收款政策是什么样的 收款政策决定了 我多少是预收 多少是当期收线 多少是会形成应收账款 然后在本年内通过收回应收账款 把资金给收回来的 还有我 收款对业务的影响是什么 收款风险事项有哪些 收款涉及的法律诉讼会涉及到哪些 这都是我在这一个事项当中 所想到的所有内容 各位 看这张图的时候 有朋友会说 老师 你讲的是什么 我讲的是因为这个事项的出现 而导致的一系列的可能出现的事项 我始终在讲 你描述一个对象 你能想到的他的描述的视角越多 你对这个事情看得越清楚 描述的越准确 记住我这句话了吗 所以你不要怕 你自己在练习的时候 你说哎 我很有兴趣我来做一做 我来做一个关于存货的一个分析吧 你能想到哪些呢 你能想到了全部网上给他加 有些东西是对的 有些东西可能是你凭想象做出来的 没有关系 凭想象做出来的东西不一定会错 如果万一你通过我前面讲的 找内容的方式真的找到相应的信息 填空价填进去了 这显然你就是找到了一个评价 这个事项的一个独特的视角 而且能够落地 你找了半天确实找不到 OK 现实证明你的那个想法是不靠谱的 没有关系啊 你通过这些无数次的这种不切实际的 或者不靠谱的尝试 最后你变成了一个非常靠谱的分析的专家 你看到一个思想就知道 我要看哪些点我就能把他抓得死死的 所以很多时候不要怕犯错 我找这些东西也不一定都对啊 有些东西可能在现实当中就找不到内容去 资深的 没有关系 这并不影响我对这一个事项 框架的搭建和要素的选取 做分析就要这样啊 特别做经营类的分析一定要这样 放得开 OK 那我把这个说得清楚 我怎么做呢 我就要列一个表 我像谁卖出了什么样的产品 是在什么的地方卖的 我在各个期间 我本期收款和上年收款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把它列示出来 这个表格是 沿用了我上面当中哪些要素 你当期销售情况是什么样的 你的收款政策是什么样的 你的收款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我收款政策从哪体现的 预收 当期收线 应收回款 这就是我在某一个收款政策下 所引发的我实际收款的情况 我这么多的收款 合计起来今年是9,375万在一季度 而上年是这么多 而我收这个款是给谁卖出去的产品 所收到的钱 是向甲客户在省内卖给他的A产品 清楚了吗 非常清楚 我的钱从哪来的 比上期高还是低 都明白了吧 我现在要知道为什么低呢 我要知道为什么低 那我就要关注一个问题了 我是不是本年的基数就比上年小 也就是说我整个收入已经比上年低 我当然无论我怎么努力 我都不可能比上年收款收得多嘛 对吧 不合情理了呀 我来看一下什么回事 我来看像甲客户在省内卖给他的A商品 在一季度 我本年的销量是5000件 上年的销量是6000件 本年的单价是2.5万一个 上年是2.35万一个 单价有提升 但是销量减少了 导致我总的收入是1.25个亿 而上年收入是1.41个亿 OK 想明白了吗 想明白了 因为我今年提高了单价 提高单价相应的怎么样 我的销利率相应也提高了 但是我在提高我销利率的同时 我也流失了客户啊 客户流失了 所以我的总的收入 也就从1.41个亿的上年 下降到了今年同期的1.25个亿 这是基本面的一个变化 基本面的一个变化 在这个基础之上 我的回款政策有变化吗 我本年的收款政策是 运收账款是5% 上年是8% 而我当期收线 上年是35% 今年是20% 而我应收账款上年是57% 今年是75% 很容易理解嘛 100%减去25% 100%减去43 57的75 就这个意思 而我的应收回款天数呢 上期是25天 今年是45天 很明显 我的整个收款政策怎么样 在放宽 好理解吗 好理解啊 我结合前面的单价来看的话 我单价提高的同时 我放宽了我的收款的政策 也就是说 我今年可能追求的是 我的经营的效益 我要的是利润这个指标了 而我提高我的单价的时候 客户肯定会跑掉 那我怎么留住它呢 我用回款这个条件去留住它 也就是说我总得舍弃一头吧 除非你这个产品特别紧俏 我既提高我的单价 同时我还收窄了我的回款的条件 这个可能做得到 但通常的情况下 你总得舍弃一方 所以今年 我的整个回款的政策 也发生了一个宽松的 这个方向的变化 清不清楚 清楚了 这就叫做怎么从一个点 切入到业务当中去分析它 需要很麻烦的思维过程吗 不需要 你只需要把这个想明白 当期产品或服务 销售取得的现金 这个事项 有哪些相关的因素会影响它 同时它又会影响哪些内容 把它全部列出来 列出来以后 然后你把它做成表格的方式 把这些内容填进去 所有这些内容 都是你找到这个要素 所搭建出来的框架 填空题当中 填出来的答案 简单吗 简单 你把答案填出来 你再结合起来 稍微思考一下 不就出来了吗 单价上升了 销量下降了 而如果我不放弃 我的收款政策 我很可能出现一个问题 销量下降了更多 因为我的收款政策发生变化 所以我整个收款 就要上年有一个下降 原因就在这个地方 原因就在这个地方 说清楚了吗 说清楚 分析怎么做的 就这么做的 OK 那么讲到这儿的时候呢 我们再追加一个小的案例 通过这个小的案例 再来加强一下 比如说我们现在要分析管理费用 管理费用分析的时候 你首先会想 管理费用会有哪些因素 去影响它呢 什么样的东西 会导致我管理费用上升 或者下降呢 比如说管理费用当中的 组织价格会不会影响它 当然会啊 你说你是一个 科层式的这种官僚体系 这个官僚体系 代表的是组织价格的一种方式 不是那一个官僚的意思 科层式的官僚体系的 这种方式下的一个组织价格 显然你的管理费用就会高 因为你的组织成绩就变多了 你的管理规模越大 费用支出越多 你的事务数量也会有影响 你的支出控制的能力 当然也会有影响 这一系列是你能够想的了 当然还有很多啊 我这个地方没有全部讲完 还有很多 而这些东西当中的组织价格 是我关心的一个点 组织价格跟什么有关呢 跟你管理活动的内容范围和功能有关 你怎么定义管理 你是想怎么去管理它 你是扁平式的管理 还是想用这种金字塔结构式的 这种方式去管理它呢 你管理部门的运作方式和人数 又是什么样的 定多少个管理部门 他们职责是什么样的 每个部门要管到什么样的程度 我管理成绩和公司的成绩是否匹配呢 每一个公司都需要相应的配备 完整的整个管理部门体系吗 不一定啊 那你说我就要这样 那你管理费用就高 所以在管理活动的内容和范围和功能上面 可以分为大总部系统管理 小总部集中管理 以及专业条线垂直管扣 这就是我能想到的 关于组织架构这一个内容 所拆翻出来的框架 以及相应的要素 那我在分析它的时候 我可以怎么做呢 我可以进一步的来考虑管理费用 跟哪些要素相关又或者会影响哪些要素 也就是在前面那个框架之下 我来针对费用支出本身做一个拆解 我会考虑什么呢 管理支出的占收比的情况 在整个收入当中 我的管理费用占收比大概是多少 我各项支出的项目结构是什么样的 我管理费用的同期支出的对比是什么样的 我管理费用的支出项目的结构权重是什么样的 比如说我管理费用当中 人工有多少 办公费有多少 业务招待费有多少 对吧 这些权重的变化 我又进一步的可以看出 我花这个钱是用来做什么 有没有必要花这个钱 是我管的不好 还是我管理结构发生变化 还是我公司运营所导致的这一个费用支出 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在这一个条线下 把它给拆解出来的 OK 管理费用还可以拆分出这一大堆东西 这是举例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想象去补充或者删减 好 接下来 我就要做一个管理费用的内容的收集 也就是信息的一个分析 比如说我管理费用 我可以做一个表 本年支出多少 上年支出多少 简单吧 本年赞收比和上年赞收比 我本年支出可能叫上年支出是在下降的 但是我的赞收比可能在上升 可不可能 可能因为我收入也在下降 而且下降的比我管理费用还要快 说明我管理费用下降的幅度还不够 这就是我得出的一个结论 我本年的权重和上年的权重 权重是什么意思 这个权重是指我管理费用在整个管理家销售家主营业务成本当中所占的比例 比如说我公司投出去的这些资源用在成本用在销售费用在管理费用当中 我管理费用占了多少 我当然希望我管理费用在我整个资源投放的过程当中占比是较小的 因为它不直接产生价值 这个权重的变化实际上体现的是我对资源使用的效率 还有一个就是我的符合增长率 什么叫符合增长率 也就是说比如说我去年 我是看未来 比如说看过去五年 五年的符合增长率是3% 随便举个例子 3% 就这几年 平均每年增长3% 而我本年的增长率 是多少呢 是4% 随便举个例子啊 4% 说明什么 我今年还是在增长 而且我的增速比以前年度提高了 比起以前年度提高了 如果我像前面讲到的 我的管理费用是下降的 比如说我是一个负的8% OK 那我就看得出来了 想都想象得出来 我过去几年 管理费用的趋势是这样往上 然后到了今年往下 这有一个转折点出现了 转折点出现了 我把管理费用大体的情况描述清楚了吗 描述清楚了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啊 OK 那我还想知道管理费用具体的这些相应的内容 它是怎么变化的 我前面讲的 每一项内容它的权重是多少 在当中它占的比例又是多大 我应该怎么样去使用它 这系列东西我怎么展示出来呢 我可以做一个管理费用明细的一张表 在这个表格大公中 有我的人工成本 有我的日常办公 有我的车辆使用 有我的折旧摊销 办公用租金 所有这一系列东西都在里面展示的有 OK 那我展示出来了以后 我们可以看到 人工薪酬支出 本年值是多少 上年值是多少 增长率是多少 这个是很容易找到数据和信息的 关键在于 关键在于 我这个人工薪酬支出 它的驱动因素是什么 跟我人员的数量有关吧 跟我岗位的高低有关吧 跟我的职级和标准有关吧 跟我的福利和薪酬的政策有关吧 通通都有关系 通通都有关系 这就是我人工薪酬所体现出来的内容 它谁来负责呢 人力部 这一个表格的作用在哪 这个作用的表格在于 说明我管理费用当中 每一项它增减变动的 经营动因是什么 比如说 我的车辆使用费 就跟我的数量有关 跟我的日常通勤的频率有关 去年两个车 今年五个车 我的折旧这一块资产就会上升 同时我通勤的频率也有关系 什么叫通勤的频率 车辆使用的频率 车辆使用的频率会造成我油料费啊 我的维修费啊 相应的费用支出都有增加 明白了吗 所以通过这个表格 我可以把所有的这些管理费用的内容 全部用这种方式把它给展示出来 我这是举例 各位朋友 你要在你们公司做这么一个表格 你才能知道 你们公司这些费用分别是什么因素的影响 你就把整个管理费用怎么样 全部的明细的内容 掌控到位了 所以我通过后面这个管理费用的举例 再次给大家展示了 经营数据的收集 与我们分析数据的这个 收集和归纳的方法 首先是要进行一个 分析对象的框架的搭建 框架的搭建举了很多例子了 对吧 都是这么一种形状 一层层往下拆 然后进行要素的展示 这个东西跟什么相关 就这个意思 然后我把这个东西打出来 接下来就是什么 填空题 还记得我前面讲的那个例子吗 用一段话去描述它 填空题 OK 所以我们通过这一节的内容 给大家描述了 分析数据 收集和选取 它的逻辑和方法 其实就是一个三步法 这个方法很好懂 但这个方法很不好掌握 怎么从很好懂到很好掌握呢 核心关键在于 大家有多大的毅力和兴趣来锻炼 我今天做一个收入相关的要素的分析 可不可以 就像罗老师讲的一样 我们公司收入跟哪些因素相关 收入又会相应的影响哪些内容 我做一个拆解的图 我今天做完收入 明天可不可以做成本 我明天做完成本 我后天可不可以做一个应收账款 我一个月做一个 一年就能做12个 这12个量无所谓 关键是通过这12个实操的锻炼 你就已经建立起了关于分析的 首先搭框架 然后挖要素 最后填充内容的三步法的一个完整的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将大大提高你分析的敏锐度 和分析的质量和水平 希望大家一定要练习啊 这个地方讲的这个是很实操的内容了 只有练习才能够掌握 OK 那么这一节的内容就到这里结束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